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朋友拒绝我的原因是因为他本身公司也有为他投保 所以他觉得暂时不需要 那我这个朋友在三年后就患了癌症 那在这样多年以来呢 反反复复 癌症不定的就是像定时炸弹这样子 就是反反复复的一直在折磨着他 那他在今年初呢也离开了我们 如果当时我的坚持或者是我的用心去解释 或许这件事情上会有所改变 对他的家人不用反这样大的一个医疗费 或许他可以更专心地去治病 那可能结果会不一样 对立志的MDRT的一些建议 那有一句成语呢是这样讲的 在其位谋其政 任其职呢就要尽其责 你在什么位置上面 那你就要去考虑你在这个职位上面的事 那去担任好你自己的职位 然后尽好你自己的责任 所以如果今天你想要成为一个MDRT的话 那你要想做这件事情 那你就努力的去把它做好它